大家好,我是姨妈 前面我给大家分享了 横开口袋用空心针织的方法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种 不用断线就可以织横开口袋的方法 我们就用这个小样给大家演示 从下往上织 织到感觉这个横开口袋的高度差不多了 我们就要织边了 边我就定在记号扣中间这一部分 两边它正常织 你是什么花样,你就织什么花样 你是什么针法呢,你就织什么针法 我旁边的针各是六针 我已经织过来了 中间这部分怎么织呢 就是口袋的边 它怎么织,要根据个人的爱好 我喜欢就是单螺纹 我在这就织的是单螺纹 你喜欢这个边 织的就是其他的花样也可以的 我们一直这样织过去 织到末尾 也就是说呢,织口袋边的这一块呢 我们要和旁边的针呢 它是一起织的 口袋的边织够了以后 多辣时我再回来 口袋的边已经织好了 我们要把旁边的针呢,穿起来 我首先呢,已经把这边穿好了 这边为什么穿呢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我们要从右边呢,织过来 织到口袋边这一块 就是把右边这一块呢 把它要织,不织的话呢 这个线在这边 那么我们织中间这一部分的时候呢 要断线的,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呢,织过来 织过来以后呢,再把它穿起来 穿好了以后,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就织中间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口袋的这一部分 两边呢,就不织了 口袋这一部分怎么织呢 就是正面织下针,反面织上针 织多长合适 到那时我再回来 形针这一块织多长合适 我们要把它这样折过来 和这个口袋的边缘这一块对齐 最上边的这个边缘对齐 这个长度就是我们口袋的深度 假设现在的深度已经够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呢 和两边呢,连在一起织了 首先要把它和左边这一块连起来织 为什么首先要和左边连起来织呢 因为右边这一块呢 刚开始织平正的时候呢 它这边呢,已经织了一行了 也就是说它比左边呢,多了一行 所以我们这次呢 要从左边这儿先开始连 所以中间这一个线头呢 一定要倾在左边 请在左边我们把它呢 这样连起来 也可以把它穿在针上 也可以不穿的 也可以就可以这样 我就这几针,我就这样了 它直过去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线呢,抽掉 你看左边已经连好了 接下来呢,就余下 右边呢,右边呢也要连的 右边我们就是从反面呢 织过来 把右边的这织了以后呢 整个呢,就连起来了 右边呢,我就不演示了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口袋呢,它是什么样子的 它就是这样的 下面这一部分 你可以把它呢,固定在这儿 也可以不固定的 两边呢,大家自己缝合就行了 我就不用缝合了 这个口袋呢,方法呢 我就演示完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之后呢, Menschen 宝贝